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多灵网络新闻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晴 夜间晴间多云 温度13-23摄氏度 东北风二级 转西北风1-2级 明天天气多云 温度12-17摄氏度 当前气温20摄氏度 接下来为您带来今天的信息 如果您每五分钟就查看一次电子邮件 而且离不开Facebook 那么您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这种新型毒药的牺牲品 过多的依赖网络 上网成业 不过您不必对此恐慌 存在着更好的使用网络 而不被网络吞噬的方式 10月17日星期一18点在青少年信息中心 VIA DE LA ALFA 920号会组织针对该问题的信息说明会 面向所有人免费参与 2011年人口普查现在已经开始了 为了更好的开展人口普查的工作 现在在市区内已经设立了四处人口普查信息咨询处 为市民解决关于如何填写调查问卷 以及递交调查问卷的问题 四处人口普查咨询处的地址和办公时间 您可以从屏幕下方的网址查询到 今年国际文化中心与阿塞协会合作 开设了多元文化调解员课程 该课程面向那些有意愿参与多元文化活动的青年人 课程从2011年11月15日开始 到2012年2月18日结束 每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六上课 详情可到国际文化中心 Corso Dallendo 160号咨询 报名请于11月5日之前 发送邮件到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地址 现在开放了为年龄在18岁到35岁的 代业青年组织的职业培训班预注册 此次职业培训课程 共包括三种课程可供选择 分别是餐馆、酒吧服务和披萨店 申请可递交到5号区工作办公室 Via Staladella 192号 或者餐饮服务合作社 Via Foligno 14号 报名截至日期为10月15日 报名表格可从屏幕下方的网址下载到 为促进权力平等、多文化融合等 都灵将组织一次快闪行动 因此我们需要各种风格的舞蹈 演员、杂技演员以及有意愿参与 对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 多元文化的青年人 有意愿参加者可于10月14日 星期五20点至23点参加试镜 地址是Via Foligno 8号 预约试镜时间可在办公时间 16点至20点拨打电话 0111 772 7867报名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